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组是西汉初年的人口和土地数据 另外一组是高祖刘邦时期的官员数据 西汉开国时 跟随刘邦创业的功臣 军力 士族总共有60万人 这60万人一共被封上了3亿亩耕地 西汉初年的总人口大约在1500万到1800万之间 而当时全国总的耕地面积不会超过8亿亩 那么也就是说 这60万的功臣士族 他们占全国总人口的比值还不到4% 但是却被封上了全国40%的耕地 我们再来看一下政府官员的数据 在高祖刘邦时期 由史料记载的三公九卿人数有24人 俊太首有21人 这两类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以上官员 其中三公九卿全部来自军工阶层 而在俊太首中有15人是军工阶层出身 通过这两组数据就不难发现 军工授意阶层确实成为了国家的统治阶层 不仅如此 这个阶层掌控政府的最高行政权长达50年 他们的存在甚至可以对皇帝所在的宫廷产生政治压力 在这里我们再多说一点 作者李开元先生在书中提到 军工授意阶层不只存在于西汉王朝 这个阶层的出现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普遍规律 比如建立东汉的是以南洋豪族为中心的功臣集团 建立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是以中原氏族豪门为中心的功臣集团 还有最著名的建立隋唐帝国的关隆集团 由此可见 类似的军工授意阶层在各个朝代几乎都出现过 因此我们对西汉王朝军工授意阶层的兴衰的研究 对我们理解中国各朝代的创立过程 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实李开元先生的代表作 我们每天听本书曾经解读过 比如《秦弥》《秦崩》《楚王》三部曲 在这三部曲中 他大胆地借助文学手法 用推理和想象来构筑历史的空白 而这本《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则完全采用不同的写作风格 他将这本书称为科学主义的历史研究书籍 说它是科学主义的历史研究书籍 这是什么意思呢 李开元先生在早年间 曾经提出过一个历史学的层次模式理论 也就是将历史学划分为三个层次 基层史学以复原历史为目的 中层史学是探讨和解释各个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 高层史学则是建立历史演化的一般法则和理论模式 这个听起来有点复杂 那我们简单一点来说 比如要考证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 这就是基层史学研究 如果要研究这个事件所产生的连锁反应 这就是中层史学研究 而如果要研究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 这就是高层史学的研究 而这本《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就是李开元以军工授意阶层为核心 对这个理论中基层史学和中层史学研究的一次实践 好 介绍完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概况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本书 在本期音频中 我将以军工授意阶层在高祖 旅厚 文地 景地 四朝的兴衰为线索 为你解读军工授意阶层对西汉中央政府 所产生的政治影响 以及他们与黄泉在这50年间的博弈过程 首先我们要讲的是 军工授意阶层如何掌控西汉政府的最高行政权 其次我们来说一说 在诸旅之变中 军工授意阶层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来说 汉文地如何削弱军工授意阶层的政治影响力 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 汉景地如何最终确立宫廷对中央政府的主宰地位 好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第一个话题 军工授意阶层如何掌控西汉政府的最高行政权 我们说军工授意阶层从西汉开国一直到景地时期 政治影响力长达50年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呢 原因在于他们控制了丞相府 什么意思呢 西汉的中央政治机构其实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宫廷 而另外一部分是以丞相为中心的丞相府 西汉在刚刚建立的时候 皇帝所代表的宫廷政治还没有完全成型 政治权力其实一直都是以丞相府为中心的 所以丞相的人选也就成了汉朝政治的焦点 我们知道西汉第一位丞相是萧和 他在西汉开国功臣中的功绩排在第一位 萧和死后接替他的是排在第二位的曹参 而曹参之后一直到汉文帝末期的申仆家为止 这期间的十位丞相有九人都是军工阶层出身 那么军工阶层凭什么能够一直垄断丞相的位置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先要知道西汉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想要成为丞相必须先要授封列侯 汉朝承袭了秦朝的军工决志 爵位共分二十等 最低一级的叫公式 最高一级的叫列侯 而军工阶层之所以可以垄断丞相的位置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先垄断了列侯的爵位 那么军工阶层又是怎么做到这件事的呢 在公元前一百九十五年 刘邦身患重病 所以为了安排自己的后世 或者更准确的说 为了巩固刘家对天下的统治 他安排了一次和群臣的煞血盟士 他吩咐手下杀了一匹白马 然后让参加盟士的人把马血涂在自己的嘴上 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马之盟 白马之盟规定 非刘姓宗族不能称王 非有功之臣不能封侯 如果有违反盟士的人 天下共同讨伐 关于白马之盟的内容 我们以往都侧重于对第一句话的解读 也就是非刘姓宗族不能封王 在汉朝建立时 刘邦分封了九位非刘姓诸侯王 他们都是楚汉战争时期 刘邦的盟友和功臣 但是此后 刘邦以各种名义 将这些诸侯全部都铲除掉了 同时分封了刘姓宗族成员为王 所以刘邦举行白马之盟 自然是为了巩固刘姓天下的统治权 防止军功重臣 擅自起兵称王 但是刘邦在为刘姓宗族 取得封王垄断权的同时 其实他自己也向军功阶层 做了极大的让步 我们来看 蒙氏的第二句话 非有功之臣不能封侯 这里的有功之臣 在当时自然指的就是 军功受益阶层 也就是说 刘邦为了换取群臣 对刘姓诸侯王的支持 他将受封列侯的特权 交给了军功层 如此一来 军功阶层就通过白马之盟 垄断了列侯的爵位 又以列侯的身份 垄断了丞相之位 正是非功臣不能封侯 非列侯不能认丞相 这一规则保证了军功受益阶层 对西汉政府50年的支配权 我们说 丞相府是西汉初年的政治权力中心 那保证丞相 以至由军功阶层的成员担任 也就关系到军功阶层的整体利益 但是刚才说 汉初的十位丞相 有九人出身军功层 也就是说 还有一位是非军功层的成员 这个人叫吕产 双口吕 产品的产 其实吕产的正式官职是相国 相国在汉朝并不常设 级别比丞相还要高 但是因为与丞相职务相似 所以李开元先生在书中 将两者归为同一类官职 那么这位吕产是如何取得相国的位置 对于他的出现 军功层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这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在诸吕之变中 军功受益阶层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位相国吕产就是吕后的侄子 刘邦死后 继位的汉惠帝 23岁就去世了 此后惠帝的母亲吕后 就开始临朝称治 吕后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强权太后 她主政期间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杀害刘姓诸侯王 并且大肆分封吕氏宗族成员为王 面对吕后的高压统治 刘姓宗室成员仍仍自危 所以在吕后死后 刘邦的孙子齐王刘湘 马上就起兵讨伐吕氏 而当时继承吕后权力的有两个人 一位是吕路 奉路的路 吕后临终时 任命吕路为上将军 还有一位就是吕产 他被任命为相国 二人得到刘湘起兵的消息后 马上派出大将军冠英率兵迎战 但是吕产和吕路没有想到 冠英竟然临阵倒戈 与刘湘结成联盟 同时周伯陈平等人 也配合冠英的军事行动 在京城发动政变 结果在多方的协力配合下 吕氏宗族被一举剿灭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诸吕之变 以往我们评价冠英倒戈 以及周伯陈平 在京城发动政变的原因时 都认为是由于他们 对刘氏王朝的忠诚 如果从个人感情上来看 这确实是他们反对吕氏的重要原因 但是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点 那就是冠英 周伯 陈平他们 都是出自军工授意阶层 李开元先生在本书中分析到 冠英 周伯等人 发动反对吕氏的政变 其实是吕氏代表的宫廷 和军工层代表的丞相府 两者矛盾爆发的结果 吕后主政时期 他将宫内与宫外严格分离 宫廷负责政令决策 丞相府只负责执行命令 不仅如此 吕后还把长安的两支主要军队 全都握在手中 一支是南军 由吕陆统领 负责宫廷的守卫工作 另一支是北军 由吕产率领 负责整个京城的守卫工作 如此以来 京城的权力重心 完全集中到了吕后 所在的宫廷之中 面对吕后的强权统治 京城的列后功臣 已经是人心惶惶 而吕后死后 吕产和吕陆则进一步压榨 军工层的权力 首先是吕产出任相国 我们说 非功臣不能封侯 非列侯不能任丞相 这是军工层的最核心利益 可以说 吕产已经触碰到了 军工层的底线 而此后 吕产和吕陆凭借手中兵权 更是将军工层完全架空 史记中记载当时的情况是 陈平身为丞相 却不能处理政务 周博身为太尉 也就是相当于 现在的国防部长 却连军营都进不去 在这种情况下 军工授意阶层 终于忍无可忍 密谋发动了政变 以周博陈平为首的军工层 和以刘湘为首的刘姓宗族 两股力量最终组成联盟 共同消灭了吕氏宗族 而吕产 也成了西汉初年第一位 被杀身亡的 丞相级别的官员 诸吕之变后 首要任务 就是要重新选定皇帝 因为当时的后少帝刘宏 是被吕后扶上皇帝位的 所以 无论是军工层 还是刘氏宗族 他们都不希望看到 与吕后有关的人 再继续留在皇帝位置上 那么 新皇帝要由谁来选定呢 当时的京城 已经完全被军工层控制 因此 对于新皇帝的人选 自然是军工层 最有发言权 当时在刘邦的后人中 呼声最高的 当属齐王刘湘 他是第一个 起兵讨伐吕氏的人 功劳最大 然而军工层 并不希望像刘湘 这样强势的人 成为皇帝 他们不想自己 好不容易夺回的权利 再一次受到威胁 所以 他们最终选择的皇帝 是当时看来 最默默无闻的人 也就是 戴王刘衡 戴王的戴 就是时代的戴 这个戴王刘衡 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不过 这些列侯功臣们 没有想到 他们选定的 这位弱势皇帝 其实有着 比刘湘和吕后 还要高明的政治手腕 而这 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 第三个话题 汉文帝 如何削弱军工 受益阶层的 政治影响力 公元前180年 汉文帝离开戴国 来到京城 而以周伯为首的 文武百官 则前往城外 迎接文帝驾到 这第一次的会面 对两方都无比重要 对于汉文帝而言 他必须要在这些 元老功臣面前 树立自己的威信 否则日后 一定会被他们 牵着鼻子走 而对于军工层而言 他们必须要在 汉文帝面前 显示出自己的 政治影响力 并且确保在 新皇帝登基之后 自己的权益 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当汉文帝一行人 到达后 军工层的代表 周伯率先出招 他走上前去 要求和汉文帝 私下交谈 史书上并没有些 周伯想要说什么 不过 周伯当时能够 在百官面前 提出和皇帝 私下交谈的要求 这就已经足够显示出 他地位的与众不同 那么汉文帝一方 是如何回应的呢 当时汉文帝的 近臣宋昌 说了一句经典名言 原话是 所言功 功言之 所言私 亡者无私 换成我们今天说的话就是 如果要说公事 那就请公开说 如果要说私事 那么在军王面前 没有私事可说 这句话一出 可以说是给了周伯 和他身后的功臣元老们 当头一棒 要知道 当时军工层控制着京城 他们掌握了皇帝的费力大权 甚至连汉文帝自己 都是被军工层拥立的 那么在京城 毫无根基的汉文帝 为什么一开始 就敢于挑战军工层的权威呢 因为汉文帝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从代国带来了自己的官僚队伍 代国在西汉初年是一个大国 将域横跨现在的山西 河北和内蒙古三个省区 汉文帝在成为皇帝之前 他在代国足足经营了15年 在这15年间 他培养出了一整套官僚队伍 这次汉文帝进京 就有六位心腹晋臣陪在身边 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位宋昌 凭借这些政治资本 汉文帝继位之后 马上就着手构建自己的宫廷班底 他任命宋昌为魏将军 掌握了京城的南北两军 任命另一位晋臣张武为郎中令 负责皇帝的贴身警卫工作 其他四人也全都被任命为九卿 也就是相当于部长级别的高官 这样一来 一个以代国晋臣为中心的宫廷机构 就出具规模了 有了宫廷作为依托 汉文帝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要彻底削弱军工层的政治影响力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这个人就是贾义 公元前178年 贾义为汉文帝提出了一条关键性的政策 叫做裂侯之国 当时的裂侯都有自己的封地 比如说周伯就被分为将侯 那么他的封地就在降线 降线的税收也就归他所有 裂侯之国就是说 让没有在朝廷任职的裂侯 离开京城 回到自己的封地去 我们知道 在诸旅之乱中 旅路旅产已经完全掌握了 京城的军政大权 甚至当时周伯连军营都进不去 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军工层照样可以成功发动政变 可见 只要这些功臣裂侯留在京城 那么他们的影响力就不可估量 也只有让他们都远离京城 才能够消除他们对宫廷的政治压力 这条政策一出 军工层的不满情绪是可想而知的 让他们离开京城 那就等于剥夺了他们参与政治的基本权利 所以列侯们坚决不执行皇帝的命令 当时 汉文帝与列侯功臣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两方僵持不下 于是 为了打破这种僵局 在公元前177年 汉文帝再次下诏 敦促列侯离开京城 但在发布这第二道诏书的同时 汉文帝还对三个人的职务做了调整 首先是贾义 他被调离了京城 派到长沙国去任国相 接着是当时已经是丞相的周伯 汉文帝罢免了他的相位 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 最后是冠英 他解替周伯成了新任丞相 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 这几次职务调动的关联 但是李开元先生认为 他们同时发生在这个关键节点 应该并非偶然 汉文帝将假意调离中央 自然是为了缓和与 功臣派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汉文帝免去周伯的相位 则是为了让身为百官之首的丞相 其表率作用 带头执行列侯之国的政策 最后 汉文帝任命出身军功层的冠英 为新任丞相 这就保证 他没有触及军功授义阶层的底线 也就是 非功臣不能封侯 非列侯不能任丞相 这一规则并没有被破坏 在汉文帝软硬兼施的举措下 列侯之国终于得到实施 在京城没有官职的功臣列侯 在周伯之后 也纷纷离开京城 而远离京城的军功层 在政治上 也就很难再有大的作为 我们看 周伯在京城权倾一时 何等威风 结果回到封地后 就被人告发谋反 锒当入狱 虽然他后来被证明无罪 但是他在狱中 却遭受狱吏的领辱 狱吏其实就是管理刑狱的官吏 所以在周伯出狱后 还发感慨 说自己竟然不知道狱吏的尊贵 由此可见 回到封地后的功臣列侯们 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政治能量 他们已经没有力量 在与皇权抗衡 汉文帝时期 军功授义阶层的政治势力 可以说是被大大削弱了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汉文帝还是不敢触碰 军功层的核心权益 丞相的位置 还是牢牢掌握在 功臣列侯手中 甚至这一特权 还被传递给了他们的下一代 文帝死后 汉景帝任命的前三位丞相 分别是陶青 周亚夫和刘舍 这三个人 全都是开国功臣的儿子 也就是第二代军功层 那么军功授义阶层 对丞相职位的垄断权 还会持续多久呢 他们又是在什么时候 推出历史舞台的呢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 第四个话题 汉景帝如何最终确立 宫廷对中央政府的主宰地位 我们说第二代军功层 依然占据着丞相的位置 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政治环境 已经发生了巨变 因为在汉景帝时期 有两种新兴的官吏集团 开始展露头角 并且开始占据 西汉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这两种官吏 就是法吏和军吏 法吏是指通晓法律的官吏 我们知道汉朝成习秦朝的制度 是一个法度严密的国家 执法的官吏在国家的日常运营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汉文帝时期 随着军工层势力被削弱 法力也就有了被提拔的机会 从数据上 我们就能看出这点 旅后时期 三公九卿和俊泰首级别的官员中 法力出身的官员人数 只占总人数的2% 而到了文帝时期 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21% 而到了景帝时期 这一数字进一步增长到了23% 文帝时期负责周国谋反案的主审 名叫吴公 吴是口天吴 公是公道的公 他就是法力集团的代表 我们再来看军力 军力是指在汉朝建立后 通过军功一步步升迁上来的官吏 我们知道汉景帝时期 爆发了七国之乱 有了战争 自然也就给了很多人 建功立业的机会 军力集团就被大规模的重用了 当时他们已经占据了 三公九卿和俊太守19%的席位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魏婉 他后来成为了第一位 非军功曾出身的正式成像 通过上面两组数据 我们就会发现 汉景帝时期 法力集团和军力集团加在一起 已经占据了政府高级官僚 41%的名额 那么军功授益阶层在当时 还占有多少席位呢 答案是30% 这样对比之下就不难发现 景帝时期的军功授益阶层 已经开始丧失了 对政府的支配地位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 汉景帝对军功层发起了最后攻势 汉景帝到底做了什么呢 他撕毁了 非有功之臣不能封侯 非列侯不能任丞相 这两条协定 也就是他突破了军功层最后的底线 公元前148年前后 汉景帝提议 要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列侯 在当时 非军功授益阶层的人 要想成为列侯并不是不行 但前提是 必须要有让所有人都信服的功绩 可是王信没有任何功绩 仅仅凭借外戚身份 就躋身列侯行列 这自然遭到军功层的抵制 当时的丞相周亚夫 就以白马之盟为理由 坚决反对汉景帝的提议 在这种情况下 汉景帝只能先暂时收回决定 等待下一个时机 公元前147年 匈奴王徐卢投降汉朝 汉景帝利用这次机会 再一次提议 要封徐卢为列侯 这次当然又遭到了周亚夫的反对 但这已经不是汉景帝的私事 而是涉及到汉朝 对匈奴的邦交问题 汉朝要借助徐卢封侯 来彰显对匈奴的友好和包容 因此汉景帝力排众议 成功将徐卢封侯 而他的这次成功 也意味着非功臣不能封侯 这一原则从此失效 封侯的问题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丞相的问题 在汉景帝封徐卢为列侯的时候 周亚夫面对汉景帝的步步紧逼 辞去丞相一职 三年后周亚夫就被人举报谋反 当时主审周亚夫的是 主管全国最高司法权的廷尉 也就是法律官员的代表 廷尉为周亚夫定罪时的说辞是 即使他活着不谋反 那么死后也会在阴间谋反 周亚夫只能含冤绝食自尽 不难看出汉景帝当时是下定决心 要将周亚夫除掉的 周亚夫死后 军功授义阶层中 已经再没有人能够对皇权产生压力 公元前143年 也就是周亚夫死的当年 非军功曾出身的魏婉 出任丞相 至此丞相府也由汉景帝全权掌握 军功授义阶层的所有特权 全部都被废除 以皇权为中心的宫廷 由此确立了对中央政府的主宰地位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你解读的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军功授义阶层在西汉开国时 凭借着国家的优待政策 几乎垄断了帝国的政治和经济资源 此后非功臣不能封侯 非列侯不能认丞相 这两条原则又保证了军功授义阶层 对西汉政府50年的支配权 在这50年间 宫廷与军功层之间一直存在着权力上的博弈 西汉的宫廷政治在旅后时期开始成型 但是因为对军功层权力的过分压榨 最终导致军功层发动政变 到了汉文帝时期 他通过列侯之国等政策削弱了军功层的影响力 但最终没有触碰到军功层的底线 丞相的位置还牢牢地掌握在军功层手中 在推进到汉井第十期 由于法力与军力的兴起 军功授义阶层开始丧失对中央政府的支配地位 而非军功授义阶层出身的魏婉担任丞相 也就标志着丞相府最终被皇帝掌控 以皇权为中心的宫廷 由此确立了对中央政府的主宰地位 好 以上就是这一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阿弥陀佛